政黨政團部落格 我們邀請的頒獎人是今年的決審評審 也是網路工作者Charles C 為大家揭曉得獎名單 我們歡迎Charles C 歡迎Charles C 那邊 公共監獎 今年趨勢是有三化 部落格的趨勢是有三化 我想補一個是政治化 政治化 我們是很討厭政治的 只有我啦 沒有啦 那個政治化現在在大陸發展 沒關係 我想講的是就是說 可能過去 今年很高興就是說 今天有這樣子的一個想像可以頒發 那在之前可能我們比較強調 部落格在公益在商業 在個人領域方面的一些的運用 那當然有很多部落格在寫一些公領域的事情 那 但是我今年這樣子一個獎項就是希望能夠 那些原本被寫的對象就是可能是政治的主事者 執行者或者是 決策者或是民意代表 他們能夠自己出來 能夠來發表他們自己的聲音 那我想這個是非常值得大家去 非常值得從總統府以下去學習的 那我今天 我直接講得兩者是嗎 是的 OK 那今天得獎的是 呃 我寫他的部落格 好 那我們就請 我們的妹妹把獎拿走 OK 我這邊來宣讀一下 評審認為他應該得獎的這些理由 謝謝 謝謝 這個部落格的風格跟內容多元呈現 不論年輕或資深 服務中心 人人皆是部落格高手 所以說以後公務人員的考基 如果能夠認真考慮加入公部門的部落格撰寫 非常值得的鼓勵 OK 這個是